台北市中正次有一間知名的熱炒店 日前有名男子 他去買了兩份四百四十元的生魚片 但是他嫌說這份量太少了 要求店員多給兩片 不過店員拒絕他 男子便動手攻擊 餐廳廚師健壯 趕快上前來制止 雙方是扭打成一塊 警方獲報之後到了現場 這男子還是止不住失控情緒 怒嗆他自己認識 俠去派出所所長 但最後他被依設為法送辦 熱炒店內白衣男 站在櫃台前 劈頭就嫌 自己買的生魚片份量太少 希望可以多送幾片 但店員拒絕了 男子開始無理取鬧 伸出手攻擊店員 這時戴黃色毛帽的廚師健壯 立刻上前把男子壓制在角落 打電話報警 我今天是被欺負的 你做好 我替你主持公告 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臉上全是郁親 男子類似自己的心酸 誰能懂 只是想買個生魚片搞成這樣 但沒想到失控的還在後頭 男生說 我打給你們說三 好啦 這也好啦 你到底在做什麼 止不住失控情緒 男子生存自己跟傻吃 我跟俊廷學長的 我們兩個一接戶好了 這個兩個 好 然後他帶回警局 衝突地點就發生在台北市中正區 一間知名熱炒店 45歲的張姓男子 因為不滿自己買的兩份生魚片 共440元 份量太少要求多給 但店員回應 無權決定 男子便伸出手工及店員 餐廳廚師見狀立刻上前壓制 一路把他推到店外 一陣扭打後 張姓男子不經臉上全是郁親 最後也被醫社違法送辦 雖然彼此戰不及告 但全案人醫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過年前戲為了兩片生魚片 大打出手 最終慘遭狼狽送辦 借菜一節成為想台北報導